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人物之间的爱与纠葛构构建起了《红楼梦》一书中错综复杂缠绵翡测的情感世界 令读者在字里行间共情共鸣感慨万千 而在众多的恋人角色中 灵官与贾强之间的爱情更是让人唏嘘感叹 他们一个是身份低微的艺人 一个是宁国府的正派玄孙 但爱情的花朵在身份地位悬殊的二人之间 依然悄悄绽放 让他们抛下了世俗之剑 尽情投入爱情的怀抱 炙热浓烈的爱情 不仅令读者感动至深 也令书中的主人公贾宝玉顿然醒悟 明白了爱的本质 那么《红楼梦》中写了哪些关于灵官与贾强的故事 作者描写他们之间的爱情又有着怎样的深意呢 江苏师范大学田崇雪教授作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品读《红楼小人物》第七集 灵官画墙说爱情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讲《红楼梦》当中的一对恋人 不是贾宝玉和林黛玉 没有他们那么有名 这对恋人在《红楼梦》当中也不是主角 但他们的恋情同样让人感动 从生命的意义来说 每一个个体都是一朵花开 每一对恋人都在互相成全 《红楼梦》当中描写的这对不那么有名的恋人 就是林冠和贾强 林冠原本是荣国府 为了迎接原非省亲 专门从苏州买来的十二个小演员 半小淡的 人长得特别漂亮 用《红楼梦》上的原话来说 就是霉醋春山 眼瓶秋水 面宝妖显 鸟鸟听听 罢有待遇之态 不但人长得好 戏唱得也极好 原非省亲 林冠的演唱得到了贾元春的肯定和丰厚的赏赐 那么林冠这个小演员在全书当中的出场并不算多 而且每一次林冠出场的场合都非常重要 在推动故事情节 特别是在《深化红楼梦》的艺蕴上 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说到林冠就不能不说到贾强 那么贾强又是谁呢 贾强啊 原本是宁国府的正派玄孙 父母早亡 从小跟着贾真过活 说他虽然每日应鸣去上学 也只不过虚言眼目而已 在只有门前那一堆实施的是干净的宁国府 所有顽固子弟的恶习 他全都学会了 到了原非省亲的时候 他奋斗的任务呢 就是去苏州买一些小演员 这职责呢 就是把这些小演员组成一个戏班 他的原著当中的主要戏份呢 也就是和林冠发生一段传奇的恋情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从爱的痛苦 爱的启蒙 和爱的救赎三个层面 以林冠和贾强的爱情为例 来分析和分享这类小人物的情感生活 以及所反映出来的 关于爱情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话题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层面 爱的痛苦 林冠斩了头脚 在第十八回 一场戏演下来 林冠的表演得到了 有点高度的保养 并对他进行特别的赏赐 同时呢 袁飞也对林冠提出了额外的要求 就是再演两出 至于演什么 不拘随便 哪两出都行 贾强啊 特别想让林冠出演 游团 游园 静梦 可是呢 林冠却任性不轻 执意要演别的戏 他的理由很简单 非本角之戏 懂戏曲的朋友都知道 林冠的规矩啊 还是相当严格的 尤其是角色行当之间的界限 那是非常明显的 林冠的主打角色呢 是铁蛋 也就是戏曲当中 次要角色的蛋卷 游园 静梦 则是闺门蛋杜丽娘的主角戏 林冠便以不是我的卷 为理由给拒绝了 一专多能的林冠 当然不是绝对不可以演 但是他还是拒绝了 这能说明什么呢 什么林冠是一个非常有原则 讲原则 特别是讲究职业操守的小演员 不盲从 这个林冠来说 可谓是出路争容 也许正是因为林冠不拒加强 而且有才华 有锋芒 有个性 这贾强呢 他又发喜欢起这个小演员来 对其便更多了一份特别的眷顾 对贾强这份额外的关心和爱 林冠自然是懂得的 心灵神会的 只不过呢 他们之间 身份悬殊 这份恋情啊 相交于普通男女的恋情 便多了曲折 也多了磨难 显得格外的痛苦 那是一个盛夏的误后 日常神卷 卷积无聊的贾宝玉啊 背着个手 到处闲逛 在王夫人那里 他撩拨金川 导致金川 挨了王夫人一巴掌 乌去至极的贾宝玉 游荡到墙尾架下 这个时候的天气环境啊 是赤日当天 树衣浓密 到处都是缠鸣 私下里都是静悄悄的 墙尾花呢 也开得正盛 贾宝玉 隔着墙尾花的花架 悄悄地往里一看 只见一个女孩子 蹲在花下 手里拿着根簪子 在地上一边抠土 一边悄悄地流泪 只见他虽然用金簪子 在地上花来花去 却并不是绝土埋花 而是在地上写字 贾宝玉呢 她的眼睛啊 便随着簪子的起落 看下去 一点 一勾地看下去 正好是墙尾花的墙字 画来画去 还是个墙字 再看 还是个墙字 画完一个墙 再画一个墙 《红楼梦》书写过很多爱情 《灵观画墙》 是《红楼梦》当中 最精彩的段落之一 也是我们中国爱情 文学史上最细腻 最惊心动魄的细节之一 《灵观假强之爱》 那更是《红楼梦》当中 关于爱情描写的深刻之处 超越之处 甚至堪称伟大之处 他写的是爱之急 痛之急 苦之急 无处言说 只有画给大地看 画给风雨听 画给一切懂爱的人 对于《灵观》来说 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 那是痛苦远远大于甜蜜 因为恨跟在他和甲强之间的障碍 太多 太多 首先是身份上的不平等 作为个体的灵观 他可以在内心里 爱上任何一个男人 但是细致的身份 特别是在当时的 时代条件下 他想嫁给所爱之人 那是比登天还难 再次是时代条件下 性别上的劣势 作为女孩子的灵观 他可以在内心里 爱上任何一个男人 但是想把这种爱 说出口 付出行动 更是难上加难 世俗的 观念的 身份的 等等这些因素 哪一条都是跨不过去的鸿沟 所以他才通过画墙这种方式 诉说着自己的爱情 相信所有的读者 在看到这一经典画面的时候 一定不亚于像看到 带一葬花的时候一样 痛苦着他们的痛苦 悲怅着他们的悲怅 林冠画墙 他的经典之处在于 他刻画出了 一个青春少女 爱得自然 爱得复杂 爱得深刻 爱得痛苦 和爱得无助 林冠和贾墙二人身份 地位虽然悬殊 但他们却不顾世俗成见 不顾礼教束缚 大胆而率真的拥抱彼此 直面内心最炽热的情感 从林冠画墙到贾墙放生 陷入爱恋中的二人 是如此勇敢而坚强 又是那么纯真与高洁 仿佛世间的一切 在他们的爱情面前 都黯然失色 那么在身份地位 都如此悬殊的 灵观与贾墙之间 为何能产生最真挚的爱情 他们之间的真情 又是通过书中 哪些描写体现出来的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第二个层面 爱的启蒙 某一日 这贾暴玉呢 歌出又玩得逆翻了 便心起来潮 突然想起牧丹亭的曲子来 他自己呢 认真真地看到两遍 依然觉得不过瘾 因为听说黎湘院的 十二个女孩子当中 有个唱小蛋的灵观 唱得最好 于是呢 便匆忙地来找灵观 想让他为自己 专门唱一段牧丹亭 走到房内的贾暴玉 看到灵观 独自躺在枕上 灵观见贾暴玉进来 动也不动 贾暴玉呢 便在灵观身旁坐下了 平时 他和很多别的女孩子 都是习惯了 所以 他把灵观呢 也和别的女孩子一样看了 于是呢 就凑到跟前 满脸陪笑 求他起来 为自己唱一套鸟情丝 没有想到的是 这灵观呢 一见宝玉 挨着自己坐下了 急忙起身 躲开了 并且正色地说道 嗓子哑了 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 我还没有唱的 好一个厉害的灵观啊 我们看大观园当中 丫头小子 谁敢搏宝儿爷的面子 可是这灵观 偏偏就搏了 宝儿爷的面子 而且还抬出了 娘娘当挡箭牌 那意思是说 别说你宝儿爷 就是娘娘让我唱 我都没有唱 那么言外之意 你算什么 一个幽灵 哪里来的底气 敢于抗拒来自宝玉的 这样一个请求 我想没有别的 唯爱而已 真正的恋爱中人 是无所畏惧的 因为我的眼里只有你 爱的确能使人无畏 从未有过 被人厌弃的 经历的这个贾宝玉啊 只好散散地 红了脸 准备知难而退 这个时候呢 宝官安慰他 说这略等一等 强也来了 他调唱是必唱的 宝玉听了 就心想纳闷 难道贾强 比娘娘的面子还大 烧战片时 果然贾强从外面进来了 手里提着个鸟笼子 鸟笼里面扎着个戏台子 戏台子上站着个犬 正高高兴兴地 往里走 见了宝玉 知道站住 里面勉强应付 让宝玉坐 里面静止往灵官屋里去了 贾强进去之后啊 非常开心 对灵官说 你来看这个玩意儿 那灵官起身问 是什么 贾强道 买了个圈跟你玩 省了你天天发闷 我想玩个儿 你瞧瞧 说着便拿下骨子啊 哄的那个犬啊 果然在那戏台上啊 闲着鬼脸和旗帜 乱窜 很多女孩子都笑了 唯独灵官 冷笑两声 赌气 人睡去了 我们看贾强什么表现 贾强不仅不生气 还只管陪着笑脸问他 好不好 这是不是恋爱当中 男女常见的一种镜头 一个使着小心子 一个陪着万种小心 再哄 灵官接着说 你们家 把好好的人弄了来 关在这牢坑里 学这个还不算 你这回头又弄个圈来 也干着亮事 你分明弄了来 打趣形容我们 还问好不好 贾强听啊 不就站起来 那么他干什么呢 他立刻发誓说 没这个意思啊 又说 今儿我哪里的 糊涂油蒙了心啊 费了一二两银子来 买这个东西来 本来的意思是 想跟你解闷的 就没想到这上头 罢了 放着身 倒也免了你的灾 说着呢 果然 在那圈儿给放了 一并 把那个鸟笼子也给拆了 那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这贾强 对灵官啊 那是非常用心 上心的 灵官的话 他可以是言情计从的 但灵官还不算完 灵官接着还在满怨 大意是说 那圈儿虽不如人 但也有个老圈儿在窝里 你把圈儿捉了来 还弄个笼子 也忍心 就是我咳托出两口血来 太太打发人来找你 叫你请大夫来看看 结果 你弄这个鸟来 取乐 你是怎么想的 是看我没人管 没人问 没人理 可我有偏爱生病 那么贾强听说 连忙说道 昨天晚上我问了大夫 他说不像肝 吃两剂药 后再瞧 谁知今儿又吐了 这回子我就去请他 说着呢 便就要去请大夫 那灵官又叫 站住 这回子大堵石头底下 你堵气去请了来 我也不瞧 那么贾强听如此说 值得有站住 到这里 我们同样可以看出来 灵官对贾强更是心疼 爱 其实就是心疼 很多读者在看到 灵官画强的时候 便认为 这灵官不过是单相思 同样 也有很多读者 在看到贾强的为人 和批性之后 便认为 这贾强不过是在玩弄灵官 哪里谈什么爱情 那么看完上面的这一段 假强放生 所谓的单相思啊 所谓的玩弄啊 这些观点 恐怕就站不住脚了 知道心爱的女孩病了 想着法子 给她送去消除姐妹的礼物 这还不是真爱吗 知道心爱的男孩 为逗自己开心 费尽心机 买来礼物 还要当场 掩饰给自己看 却冲动了自己 更加敏感的神经 在其他女孩子 都笑的时候 她却怒气大发 那龙中的犬 多想失去自由的自己 那鸟龙 多想牢笼 如果不是一种 超常的敏感和自尊 这林官 怎么可能 不领下这份情意 结果 爱 变成了怨 直到好心办了坏事 在贾强呢 立马改过 把犬放了 把笼子拆了 看到分析的犬 这林官呢 自然而然地 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身世之悲 加病体之痛 这悲凉 何人能解啊 那么看着心爱的女孩 多愁多病 贾强呢 立马表示去请大夫 而这个时候的林官 对自己心爱的人 却表现出了 无限的温柔和体贴和爱恋 阻止贾强去请大夫 理由呢 是日头太独 但是却是一生气的形式表达的 真的是用最有脾气的话 表达着最温柔的体贴 看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 是的 贾宝玉林黛玉之间 又何尝不是如此啊 三日好了 两日恼了 患得患失 真真正正的爱恋 大半都是这个样子 一次次的试探 一次次的满怨 一次次的折磨 周而复失 直到情病 苦尽甘来 从林官画墙 到甲墙放生 红龙门的深刻不仅仅在于写得了真正的爱情 更重要的是 他写得了爱的启蒙 因为爱本身就是美丽的 而美本身 总是自带一种天然的启蒙之功 那么启蒙之功的表现之一就是 在真正的爱情面前 男女双方没有了高低贵贱 只有眼中的彼此 启蒙之功的表现之二就是 在真正的爱情面前 男女双方都变得特别强大 哪怕原来胆小怕事的 唯唯诺诺的 那么一旦有了爱的滋扬 立马变得无所畏惧 因为爱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力量 启蒙之功的表现之三就是 在真正的爱情面前 男女双方的思想认识 人格精神 境界 都得到了升华 林冠就不用多说了 她原本就没有多少礼法的包袱 向对一般人员的女孩啊 更多了一份自由自在 任性狂放 贾强的变化更是巨大的 特别是她对贾宝玉的态度上 和原来的她呢是迥异的 和别的庞之子弟啊 也有很大的不同 在去看望林冠的途中 她看到了包袱 按理说 她虽然是东府里 贾真的亲侄子 但毕竟是晚辈 毕竟父母双亡 根基尽失 能得到去苏州采办小演员 并且当上离乡院总管的 这样一个差事 并非易事 是贾真 一样求来的 是贾荣 帮承来的 更可能是她自己 牺牲了多少自尊患来的 也就是说 这贾强呢 原本是个纨枯子弟 世俗中人 可是呢 你看 恋爱中的贾强啊 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并没有像一般的 庞之子弟 见到贾宝玉那样 马上就特别的热情 八戒风云 贾强呢 这是礼貌性的打个招呼 就这本灵官的房间 面对灵官的撒娇 苛求 指责 甚至刁难 北半的讨好 一点都没有 那种顽固子弟 固有的骄傲 而是一味的自责 那么灵甲之爱 还有一个更大的 意外的收获 那就是 使得主人公贾宝玉啊 突然醒悟了 让他瞬间 明白了牧丹亭里的句子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生者可以死 死者可以生 生而不可以死 死而不可复生 非情之志也 这爱情啊 真的是一所好的学校 它能够是贪着脸 诺着威 俗着雅 净化人的灵魂 提升人的境界 在真正的爱情面前 灵官长大了 贾强成人了 宝玉顿悟了 特别是能够让贾宝玉 既看清了自己 也看清了别人 让他能够换一个角度 重新审视自己 与待遇之间的这种烦恼 至极 纠缠不休的情感关系 是他突然明白了 爱情 关系当中啊 男女之间 应该是平等的 对等的 真正的爱 是排他的 如果灵魂和贾强之爱 让贾宝玉 发现了爱的同道 他和黛玉 并不孤独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 爱情有着永恒的魅力 不仅能够让人生出 可以生死相许的勇气 也能让人心回归纯净 不再被世俗玷污 正如贾强 他虽曾是宁国府的 顽固子弟 年花惹草 斗鸡走狗 但自从与灵魂相遇 生出真爱后 他的表现和以前 判若两人 那么爱情究竟为何 会有这样神奇的魔力呢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走进 爱的第三个层面 爱的救赎 真正的爱情 除了具备启蒙之功之外呢 还有一种救赎之力 让落水者上岸 让悲观的前行 如果没有这场灵观和贾强之爱 我们看二人有着怎样的结局 我们知道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 是相当重要的 作为从小跟着贾真长大的贾强 虽然不能说绝对成不了好人 但更大的概率 是成为一个顽固子弟 贾荣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而且贾强的一些恶劣的行为啊 在原则当中既有明血 也有暗血 比如从他联合贾荣 整治贾锐 成为凤姐的帮凶这一点来看啊 他已经有点长歪了 如果不是经历这场深刻的恋爱 他的最终结局 一定会是一个不学无数的两当子 是爱情拯救了他 让他明白人世间的真情 比起那些偷进摸狗来 有多么的高尚 有多么的重要 灵观的未来是一眼就能看到底的 按照他的脾性 他未来的结局 只能是回到市井 回到民间 继续他的卖艺生涯 直到唱不动了 演不了了 随便找个人嫁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 第58回 因为老太妃死了 一年之内 不许有娱乐活动 朝廷还颁布了一个政令 让一粒遣散唱戏的幽灵 贾府当然不敢抗旨 就把十二个幽灵遣散了 里面不愿意走的 甘心留下来做丫鬟的 没有灵观 那么离开贾府的灵观 能去哪里呢 黄罗梦没有交代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前面的铺垫 做一些符合性格逻辑和生活逻辑的一个推想 除了宝贷之外 《红罗梦》当中还写了很多人的爱情 但是唯有灵观和贾强的爱情 最哭笑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 宝贷的爱情已经注定了是悲剧 面对灵观和贾强的爱情 作者会不会发发慈悲呢 毕竟曹小勤呢 他不是为写悲剧而写悲剧 是为了理想而写悲剧 也许会让他们远走高飞 而且从灵观和贾强两个人的身份 性格和这场爱情的洗礼来看 那是非常有可能的 对灵观来说 除非没有机会 一旦有了机会 他一定不会养人鼻息 以人为活的 因此啊 爱情同样拯救了灵观 没有了爱情的灵观 就只能等待死亡 他是绝不会苟活的 贾强虽然曾经有过斑斑的劣迹 但是惊死一爱 再加上作者 安排他早早地搬出了宁国府 这已经暗示了他未来的去向 由此可以看来 那么这一队处在爱恋当中的男女 他们的结局应该不会太差 爱情的拯救之力 证明着爱情的伟大 还有一个问题 似乎没有解决 那就是作者为什么 平白无故地 插序 灵观 和 贾强的爱情呢 一个可能的解释啊 那就是为了缓解 保代爱情悲剧的那种压抑感 和沉重感 首先 从形象器上来看 灵观特别像林宅玉 而且作者呢 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这一点 第一次呢 是在第二十二回 萧宝柴生日 在贾府的院中啊 搭了戏台 大家都来看戏 扮演小丹的灵观 和扮演小丑的另一个女孩呢 演得非常不错 贾母呢 就像看看这两个小孩 就叫人叫了来 当着贾母的面 王熙凤就说啊 那小丹 扮相上很像一个人 宝采宝玉都看出来了 像黛玉 但都不肯说破 没有石湘云 心直狗坏 脱口而出 说我知道 是像林姐姐的模样 经石湘云这么一说破 众人呢 也都符合着说 果然很像 正是因为石湘云说破了 引来一场不小的风波 贾宝玉呢 就给石湘云试颜色 石湘云呢 又误解了贾宝玉的颜色 收拾收拾行囊 就要走人 这宝玉呢 赶紧上来解释 说石湘云错怪她了 她是因为 怕石湘云得罪了原本就多心的林黛玉 才是颜色的 结果呢 越解释越麻烦 石湘云呢 并不领她的情 反而越发生气 被石湘云抢白之后的宝玉啊 非常郁闷 只好来找戴玉 结果呢 戴玉也不理她 给她来了个闭门羹 宝玉呢 只好再三央求开门 然后又是排不是 最终 这贾宝玉呢 落得个里外不是人 致使她郁闷至极 于是呢 就试图从庄的那里寻找解脱 第二次呢 是 这是在第三十回 这是借贾宝玉的眼睛 写出了林光的形象 气质 神韵 眉促春山 眼贫秋水 面宝妖险 鸟鸟听听 大有待遇之态 这种从形象气质和神韵 再次的明示 林光与女一号 待遇相像 那么她的用意 也就非常明显了 那也就是 在林光身上 是不是存在着林黛玉 最终结局的 另一种可能呢 更为重要的是 在性格上 林光也像极了林黛玉 作为演员 替职业才华的出类拔萃 像极了林黛玉的才华出众 经常夺魁 作为灵人 替锋芒毕露的性格 敢于说不的做派 敢于霸演的勇气 像极了林黛玉 对贾宝玉之外的男性的模式 作为恋爱中的女孩 她对贾强爱的痛苦 爱的曲折 爱的执着 爱的缠绵翡测 更是像极了林黛玉 至于贾宝玉 那是爱的北转千回 当即回唱 还有在行动上 林黛玉有葬花 林光有画墙 而且都堪称是经典画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么插入林光和贾强的爱情 作者的用意 也就非常明显了 那就是为了缓解悲怆 为了给林黛玉 不能爱 物宁死的结局之外 提供另一种可能 不能爱 物宁亡 这里的亡 不是死亡 而是逃亡 林光离开了贾府 是不是也预示着 林黛玉最终的结局 也是离开了贾府 而不是现在通行本 所续写的 《焚稿断痴情》 魂归离恨天 这种推测呢 还是有一定根据的 书中有这么一回 做个明确的暗示 第62回 这回说的是贾宝玉生日 众人玩起了母战 这种话拳的游戏 史湘云呢 说出了一个 别开生命的酒令 宝玉呢 一时说不上来 黛玉便替她说了 罗霞与鼓舞齐飞 风机将天 过艳哀 确实一直 这脚艳 叫的人 酒回肠 接下来呢 便是酒底 针子飞观 葛远针 何来万户 道一生 那么林丹的这一句酒令啊 如果按照 《红楼乌弦笔》的逻辑说法呀 会不会就是对其结局的 一种提醒和暗示呢 落下于鼓舞齐飞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是出自王博的藤王歌序 是千古的名句 它的下一句呢 是秋水共长天一色 暗示着离开的时间 应该是秋天 确实一支 遮脚艳 叫的人酒回肠 暗示的是离开的景况 行丹应之 凄凉至极 酒底一句呢 则是来源于李白的子叶吴歌 长安一片月 万户道一生 那么这句诗意呢 是在怀人 是归中之父 思念边地征战的丈夫 其生非常悄情哀苦 暗示着 则是孤苦无告的林丹玉 在离开贾府之后 对贾宝玉的怀念 这种伏笔暗示 草舌灰陷的写法呢 在《红楼梦》当中 是不止一处 因此呢 插去林冠和贾强的爱啊 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而是有所暗示的 暗示着贾宝玉和林黛玉的 另一种可能 总而言之 北转千回 写林冠和贾强的最终目的 还是为了写 林黛玉和贾宝玉 那么讲说之词 是该给林冠 下一个断语和定评的时候了 整部《红楼梦》当中 能与黛玉藏画像 比美的经典画面 非常之多 可是呢 这一幅林冠画墙 就尤为让人五味杂陈 他爱的是如此的辛苦 又如此的甜蜜 如此的充满希望 又如此的深深的绝望 如此卑微 又如此高尚 在既古老又现代的爱情面前 他提交了一份自己的答卷 爱是平等的 爱是自由的 爱是排他的 今天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曲名字幕提供